狮子的威武在于它的头部 狮子的头部主要要画好它的棕毛 我们先画它的眼睛 画侧面 四肢的鼻子宽 画狮子一般的画家喜欢画熊狮 这是咬口 眼睛 鼻子上面用散风丝毛 眼角下面 它的身上的毛刺没有花纹 但是要画出它的毛刺感来 用丝毛的方法 老虎有花纹 美丽的花纹在里面 但狮子没有 但是狮子同样也可以用它的中毛表现出它的一种特色来 跟画虎的方法一样 画出耳毛 如果 就按照这样的形象 有点像抹尸 如果要画出熊狮 我们就开始在它的中毛上面开始进行加工 先画出丝的中毛部分 用插封的中毛 这种丝的中毛 把毛被散开了 可以画了长风 用长丝毛的方法 用长丝毛的方法 要有变化